邀請部長 好 謝謝部長 邱委員好 部長你好 時間比較短齁 我大概今天分兩個部分 那第一個呢 第一部分的話 我們先談一下口罩的事情 我們說內部安全靠醫護 那外部安全靠國防 但是我們也知道 現有編制的18萬8千人軍職人員 目前每日配發的口罩數量是47500多片 像剛剛講的一樣 那我認為齁 這個口罩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跟中央部會來協調 那個讓我們軍職人員可以每日每天每人都有一片 來溝通看看好不好 這個窮不能窮國防 而且事實上我們這個口罩的產量已經相對其他國家來講還不錯 而且我們知道包含這個美國海軍螺絲符號等等的群聚感染 對軍情影響 軍心影響都蠻嚴重的 是不是可以跟中央部會來溝通看看 對 我們會持續協調 有遇到困難嗎 目前是47500已經獲播了 就這些四類的防疫人員為主 第一優先先滿足他們 除了中央部會會提供給我們之外 在我們的運送配送過程 以及這個各個單位的屬性都不同 所以我們接收到幾個陳情 包含說要有任務再生才會配發口罩 其他時間自己想辦法 或者是要陸軍官兵下載APP 電話驗證會不會操作 那驗證不過還會懲處 那甚至有外島海巡的單位 他們說這個他們拿到的口罩 有發霉斑點跟異味的問題 我想我沒有必要去捏造這些事情 我們就陳情的事實 就來跟部長陳述 那我要講的事情 口罩不只是數量的問題 還有它的配送跟管理 我想這些都相當重要 甚至會不會有單位是拿到新的 然後出舊的貨給人家 我想這些應該可以交代管理 可以吧 是 謝謝委員指導 我們會針對高官委員所指導的配送 還有管理跟品質 這些我們都來做一個動盤的檢討 或許怎麼樣再做精進 好 謝謝 拜託 讓這個軍人在前線 有一個比較安心的後勤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想要檢討一下 這個國軍邊線筆的計算 其實事實上這件事情 我們跟國防部的這個單位 來回了幾次公文 但是我並沒有得到我 不要說滿意的回覆 但是我沒有得到我能夠理解的回覆 所以這件事情想要特別 跟部長講一下的原因是 現在國軍邊線比前一陣子 被這個外國外媒披露 有一位黃伯昌先生 在外交政策的雜誌上面刊登說 我們的 我們有一位匿名受訪的陸軍現役軍官指出 實際作戰部隊邊線比只有六到八成 雖然看起來有點誇張喔 不過跟上述 我們這個現在的野戰部隊 以及陸軍外島步兵部隊 和反甲部隊的邊線比 大概都在八成甚至比八成還要低 那這樣子被揭露之後呢 我們就希望說 誒說不定他說的是假的 我們來跟國防部要一下資料 因為國防部跟我講說 我們都有按照規定來 可是其實我當時要的內容不是這樣 那我想 部長我們先口頭答應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是機密的事情 我們不能知道的 跟我說不能知道 那如果我們問的不夠具體 跟我們說問的不夠具體 在我們沒有進到諮詢台之前的公文 網返啊或是問答 可不可以就是 讓我能夠具體一點的獲得我們想要的資訊 我想我應該不會提出無理的書面請求 好不好 謝謝委員 好 那我舉一個例子喔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起來是八成編制的部隊 可是呢 我有50台戰車 但是我的操作員只有38個 那其實實際上他的戰力比 是比所謂的邊線比八成還要低 那我無意去猜測 人員是在軍官或者是在行政人員 或者是在後勤人員 能不能上部隊的這個所謂 不一定能上戰場的人力 我無意去猜測他的數字是配比是怎樣 可是比較現實的問題是說 那會不會我們實際上的戰力 比我們評估的還要低 會不會滿邊的單位 實際上不一定是前線的單位 也就是說我們在戰力評估的時候 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可能會有 坦白講就是 會有碰轟的情況 所以想請問一下這個 今年的邊線比 我們目前數字是86.5%是嗎 各位委員報告 剛剛講86.5%是整個現在 國軍的邊線比的狀況 對那我剛剛舉出反 對我剛剛舉了幾個例子 所以呢 我們未來包含陸軍部 機部部隊 炮兵部隊 裝棋部隊 外島步兵部隊 以及反甲部隊等 第一類戰鬥部隊 甚至聯兵營軍總協同單位的所需人員 這些邊線比偏低的 低於平均的 我們未來打算如何招募與改善 對 報告委員 86.5%它是一個平均值 當然委員剛剛所提到的 就實際面來看 會有一些高高低低 因為各部隊 分駐在北東南東外島 每個地方招募的條件都不一樣的 所以他招募的一些 後續的反應的一些成果 當然是不同的 會有一些高高低低 但就國軍維持我們的基本戰力 來講 我們一定要把重要的關鍵的 比如說剛剛講的戰車 他四個人才能開一輛戰車 要給他滿足 對 那我們的空軍 天上飛的 在海上走的這些船艦 這些高戰備的一些戰力要先滿足 所以我們現在就採取這些措施 好 那其他不足是屬於次要 會把影響減到最小 尤其是戰力的影響 好 我再補充一個問題 在為了解我們募兵制的可造兵員規模 這個都是為了戰力評估啦 當時有跟國防部發了一個喊 問說 請問近五年計算潛在可徵兵數 跟現役兵數人員公式及公式設計的原有 國防部當時回喊表示說 依兵役法第三條規定 年滿18歲之後 這個 18歲到36歲來做判斷 可是實際上 我們包含 國際的標準是四年為區間 然後或者是18到 32歲 18到26歲 這是日本的標準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這樣子的年紀的設定 以及可造兵員的 可目兵員的數字 我們希望可以獲得一個比較明確的回覆 那現在的狀況 你們的回覆是 回我一個兵役法第三條 那這個我就自己查就好了 保委員 我們治規是市長跟你說一下 好 沒問題 拜託 這個報告這沒有問題 我們每年都跟內政務醫政署 會提供我們這個 戶籍資料 他這個年滿19歲可以來徵集的數據 那我這邊就有 待會馬上提供給你 第三題非常重要啊 但是實際上我們要了兩次 要到了一樣的答案 所以我們希望說可以 我再提一次 希望可以書面回覆 所以會後馬上會提供委員 好拜託了 謝謝 謝謝我們陳柏惟 陳委員 我想陳委員請問 他是外交國安委員的委員 我們國安部有義務回答 麻煩你 好